今天和大家分享,我想做蘿蔔糕 準備了蘿蔔,切掉 乾蔥,豬肉,臘腸,蝦米,這些都是蔥 蘿蔔,有些人用刨絲,我自己切 隨你喜歡,你喜歡用刨絲也可以 我喜歡切,因為吃的時候很香,蘿蔔味 你刨絲,刨絲細條就軟綿綿 準備好材料之後,起鍋 炒一下,有些人是用蘿蔔淒粉做的 但我又好像做豎仔糕和芋頭糕做的 人們說蘿蔔糕很難做,試一下吧 看看可以不可以,現在我們來炒一下材料 放些乾蔥進去,起鍋 先去炒一下,拿湯進去 炒一下,炒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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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些瘦肉 放些瘦肉 放些蝦米 蝦米、粒肉、粒肠 要切少少 放些蝦米 放些蘿蔔 放些蘿蔔 放些水 鹹邊 炒鹹 炒鹹 nuclear 盐 加少許鹹 1个小鸡 把它盛起 因为不用煮熟 我们等一下还要蒸 这样啊 待会我们把粉处好 就把粉拌均匀 放入盆子里 蒸熟就OK了 一碟料 现在调开粉 开完粉之后就拌好 蒸 一杯 一杯煎米粉 倒入盆子里 一杯半 一杯水 半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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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入盐子里 倒入盐子里 你刚才炒萝卜 倒入盐子里 倒入盐子里 如果你觉得不够盐子 的话 开粉的时候 倒入盐子里 倒入盐子里 如果你觉得那里的盐子 就不用放盐子 太咸 就不好吃了 这些食物 现在人们都不吃太咸 的食物 现在开潮粉 开开它 最容易 倒一些萝卜 过来 这些粉 一定要弄到它 成脂了 不然 有些 不溶 就一粒粒 蒸出来 就不 不太好吃了 然后放些萝卜 好 蒸之前 放几粒 葱 很香 差不多熟了 再放几粒 这就好了 然后准备盘子 盆底放些油 到時蒸熟 不要太黏的底 切的時候 拿出來 最好是 水差不多滾的時候 倒進盆底 如果不是 那些粉會 放在底 好了 水滾了 我們就 拌勻 倒進盆底 蒸 放進去 蒸 OK 好了 我們蒸了20分鐘 中火 現在放 沖進去 焗一會兒 好了 關火了 一盆蘿蔔糕 蘿蔔糕 蒸好了 冷凍後 就可以切來吃 嘗試自己蒸 自己蒸 自己蒸又 吃點 喜歡放什麼餡料 就放什麼餡料 OK 今天分享到這裏 多謝關注 阿羅哈 Emma Hello Please 訂閱我 拜拜 拜拜 拜拜